这是PS5手柄,500多块钱 用它来玩PC电脑游戏差点意思 有些游戏需要折腾 这是Xbox XSS手柄,400多块钱 用它来玩PC电脑游戏完美 这是国产手柄,200多块钱 在微软Xbox官方授权 支持PC和Xbox游戏机 几乎可以平替XSX手柄 这两只手柄价格差了一倍 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这个手柄型号叫盖世小机Gameser G7 我第一次在打开这只手柄包装的时候 感觉包装很扎实,很结实 这个手柄给我的第一印象也不错 它的外观设计和微软的官方Xbox手柄很像 很接近 另外它俩的尺寸也差不多 但是这里面没有电池 重量要比原装的Xbox手柄要轻 这个手柄得到了微软官方授权 游戏的兼容性自然没问题 像这种获得微软授权的手柄数量并不多 手柄的做工还有细节用料 我感觉不错 不比原版的Xbox手柄差 它这个握把背面是软质材质 这样握起来更舒服更贴手 Xbox手柄后面这位置是硬塑料 虽然有纹理但是把握还是容易滑 另外它这个ABSY按键是机械按键 有微动的跟鼠标差不多 这种按键更轻更快 手柄自带了一条数据线 长度是三米 外层是带编织线的 另外这支手柄还配备了一个软件 可以在Windows应用商店下载 在这个软件里面可以给手柄更新固件 以及各种自定义设置 这支手柄一共配备了四个振动马达 分别是两个扳机键还有两个握把 手柄的说明书有十国语言 另外它还送了一个月的XGPU 可以在PC和Xbox游戏机上使用 另外再说一点 它这个壳面板是可以更换的 它还附赠了一个白色的壳 因为它是磁吸式的 面板拆装很方便 而且很结实很牢固 这个手柄比标准版的手柄多了两个背件 这两个背件可以自定义 另外它这个扳机是托尔扳机 用起来更顺滑更舒服 它的手感和Xbox的扳机差不多 这支手柄的摇杆左右摇杆的感觉 也是和Xbox手柄摇杆差不多的 另外这是阿尔卑斯摇杆 它是可以自定义死去弧度的 下面说游戏体验 我用这支手柄玩了机品飞车 NBA 2K 古墓丽影 暗影火巨城 还有一些小游戏 整体体验下来 我感觉有点感受还是不错的 游戏的兼容性不错 键位提示都是AB XY 另外这支手柄上面这四个键 和Xbox也是一样的 RT RT RB RB 简单实用省心 但是各位不要以为这个200多块钱的小机G7手柄 比400多块钱的Xbox原装手柄要好 它们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但是区别不大 下面说是不足 首先是这款手柄自带的软件 在给手柄更新固件的时候 等待的时间比较长 希望以后改进 第二 这个手柄它不能无线连接 为什么呢 因为微软没有开放无线授权 我感觉微软可能是这么想的 如果你们把手柄做得那么好 又有无线 价格又低 各方面又不错 那它这个手柄怎么卖 对不对 虽然微软财大气粗 但是也要赚钱的 虽然没有无线和蓝牙 但是用一根三米长的有线 再加上这个价格 再加上它的体验 我感觉还是不错 第三点 我在用这支手柄玩极品飞车21的时候 我发现某些细节的震动 不如Xbox手柄丰富 比如在左右画龙的时候 如果是Xbox手柄会有一点点轻微的震动 但是在这个手柄里边是没有轻微震动 但是像撞车或者走一些不好的路段的时候 会有震动 各位也不用太担心 如果不仔细对比区别不大 毕竟价格摆在那 肯定是有一些差距的 另外我在看某东评论的时候 有个评论说这个手柄的左右震动强度不一样 这个我在玩游戏的时候没发现 在这个手柄的设置软件里面发现了 它左侧的手把震动 比右侧的手把震动要强一点 力道要稍微大一点 只有仔细认真对比才能发现 在玩游戏的时候感觉不出来 虽然这支手柄提供了两个背键 还有软件可以设置各种不同的参数可以调节 而且还提供了麦克风静音键还有3.5毫米的耳机插孔 但是这些对于我来说都用不到 对于我来说默认值就可以了 省心就行了 其实我对手柄要求并不高 我之前之所以买了这个Xbox原装手柄 就是想找一个省心的游戏兼容性好的 其实那时候我也想买一个便宜的 但是由于对国产手柄不了解 因为品牌和型号太多了 不敢买 我用了这支手柄之后 现在我的认知发生了变化 没想到这个200多块钱的国产手柄 竟然这么接近原装的Xbox手柄 而且功能还要更多一些 包括换壳 现在手柄一般都承诺一年至宝 我之前那个Xbox360的手柄 当时也是花200多块钱买的 到现在一共10年了 虽然平时我不怎么用 但是还能用 我也希望国产手柄越来越好 质量越来越棒 好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